提起拳王阿里,在我的脑海就飘过两个字,伟大,称霸拳坛十多年,三次赢得世界重量级冠军,傲娇的战绩,精准的刺拳,妖娇的步伐,对拳击的无比热爱,也让他成为了世界最具影响力的拳王,甚至在1999年,还被美联社评为20世纪第一重量级拳手。 但是你知道吗,阿里曾经和日本摔跤手玩跨界,甚至被踢进了医院,事情要从1975年说起,当时的阿里还处于正在制霸重量级的时期,连胜的战绩让他夸下海口,难道东方就没有选手能挑战我吗?如果他赢了,我就给他100万美元,此话一出就成了日本的重磅新闻。 一名叫安东尼奥珠穆的摔跤手,决定要和拳王阿里碰一碰,甚至东京有一家推广公司,拿出了600万美元来促成这场比赛,在70年代,600万可不是一个小数目,所以这场比赛必须搞起来,今天大事业就带大家一起回顾,拳王阿里和摔跤手戏剧性的跨界大战。 拳王阿里不用过多介绍,他的名气在我小时候撒尿活泥时,就已经早有耳闻,我们还是简单介绍一下挑战者朱穆,全名安东尼奥朱穆,他曾是一名富二代,家里排名老六,朱老六啊,不对,朱穆,朱穆天生身身体异于常人,初中时期就已经长到了1米8,最终身高1米9,二战后家道中落,全家移民到巴西,17岁在巴西, 认识了日本职业摔跤之父,利道山,带回日本后收为徒弟,踏上了职业摔跤的行业,后来混出一些名堂后,开始了一种格斗,一种格斗是在综合格斗教法出现之前的名词,各门各派在开放规则下比武,概念和现在的MMA十分相似,但是在训练体系和具体的规则上,还处于雏形,并没有得到完善,虽然称为开放规则,站在对战拳王阿里的这场比赛, 还是有很多规则得到限制,我们下面会讲到规则 介绍完人物,我们再来说比赛,这场比赛的目的只有一个,就是搞钱,所以两个人在第一次见面就开始宣传造势 这对阿里来说就是张飞吃豆芽,小菜一叠,第一次见到珠木,就因为珠木的下巴突出,阿里当场就给他起了一个提呼鸟的外号,模样就是图片中这样,阿里的嘴也确实够损,没有想到珠木在炒作上更绝,直接回怼,你的拳头要是打到我的下巴,小心伤到你,甚至还说阿里,如果你不认真对待这场比赛,我会随时摔断你的胳膊,听听,这样的护怼才叫演员的自我修养。 阿里立马重视起这场比赛,找来的职业摔跤手来训练自己,1976年,在比赛前,阿里抵达到日本机场,一下飞机就大喊,不会再有珍珠港了,阿里来了,我的天,这一嗓子胜过任何千言万语的炒作,瞬间引起了巨大的关注,门票很快就受请,当时最贵的一张门票,你们猜猜多少钱,高达30万日元,现在换做人民币19,300, 在70年代花这个价钱去看比赛,贫穷又限制了我的想象。 另外这场比赛是面向全球34个国家播出,赛事收看人数超过了14亿,日本的观众虽然只占5400万,但14亿这个数字足足是美国总人口的4倍。 在美国,这场比赛在毕露电视,至少售出200万份的暗次付费,每份10美元的价格,这就收入了2000万美元。 可以说当年在全球引起了很大的轰动,40多年后,嘴炮和梅威瑟的跨界大战,在比赛形势和赛前炒作上,也是阿里和珠穆早就玩剩下的梗。 关于这场比赛,一个拳击手对战摔跤手,人们最关心的话题还是怎么打,什么规则打。 在阿里印象中,这就是一场美国式娱乐摔跤的剧情秀,但阿里和团队的人亲眼看到了珠穆的训练,什么是情报,哪个是头摔,全都被阿里看到。 阿里团队认为,如果不是为了在比赛中用出来,你练这干嘛。 阿里的团队为了防止珠穆在比赛中弄假成真,必须修改规则,其中就包括,禁止攻击阿里的头部、喉咙,禁止使用手刀、劈肌、肘肌、吸肌、头撞,阿里的腰部以上的位置也不能踢,这样的规则够不够奇葩。 1976年6月26日,阿里和珠穆在日本东京开始比赛。 全球的好奇宝宝们在电视前观看,本以为阿里会用蜜蜂般的刺拳和蝴蝶般的步伐来狠狠地痛揍珠穆,但是比赛是这样的。 比赛一开始,珠穆就使用出飞身蝉腿,直接躺在地上,一不做二不休,就是不起来。 阿里只要赶过来,就是低扫腿伺候。 回合一开始就躺下,压根没有站起来的意思。 第三回合,阿里的左腿开始出现明显伤痕,尽管是顶级拳王,但是在拳击擂台上从来没有见过这种打法。 最终忍无可忍的阿里就开始绕圈子游走,珠穆始终保持着高射炮的防守姿态。 甭管你走到哪里,我就这一招。 本场比赛完美诠释了一朝天,迟变天。 就算阿里的拳头再重,面对四脚朝天的珠穆也是无从下手。 除了回合结束的铃声,谁都不能把珠穆从地上叫起来。 阿里甚至对着地上的珠穆大喊,诺夫,你到底打不打? 说完,阿里又被珠穆的踢击逼到角落,只能通过做鬼脸来掩饰内心的尴尬。 实际上内心早已经问候了珠穆的家人。 此时的珠穆明知道站起来拼拳,是自寻死路, 只能老老实实的做个伏地魔。 还别说,整场比赛阿里只命中六拳, 15个回合全场人员都在尴尬中度过。 阿里的内心是这样的。 你老躺在地上干嘛,有种你上来啊。 珠穆的内心是这样的。 你老是站着干嘛,有种你下来。 裁判的内心是这样的。 给你们两个主持比赛,真心累。 观众的内心是这样的。 哼,我票都买了,你们就给我看这个。 15个回合的比赛,最后珠穆的比分多了3分, 但却因为犯规被扣掉,比赛以平局的方式结束。 看似谁都不丢面子,但却恰恰相反。 观众当然不是憨憨,愤怒的观众把垃圾扔进擂台, 集体高呼,退钱,退钱,快点,退钱。 据说花30万的那几个哥们儿,嗓子都喊哑了。 保洁元花了一整天时间,才把现场清理干净。 珠穆也因此人气大跌,喷声如潮。 但珠穆给出的解释也很合情合理。 你不让我躺着,难道要让我和阿里拼拳头? 阿里也很悲催,因为比赛时被伏地膜珠穆不断的踢击, 左腿肿胀甚至出现了感染。 在医院里度过了一个月,珠穆也因为踢得太疯狂, 颈骨受伤也住了医院。 原本的世纪大战却被评为世界大烂战。 虽然双方都以平局收场,但这场比赛让我重新认识了躺赢。 珠穆的这种四脚朝天的防守战术也被称为珠穆状态。 虽然在比赛中阿里恨不得拉起珠穆暴揍, 但是比赛过后两个人还成为了好朋友。 这也算是一种不打不僵实吧。 这场比赛也间接地对综合格斗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作用。 当时珠穆的弟子在台下观战, 一个叫左山聪,一个叫高田炎炎。 左山聪是日本初代虎面人, 他在1986年创立了修斗赛事, 比赛中允许战力和地面降服, 并在规则上进行了不断的修改, 成为了较早的综合格斗赛事。 高田炎炎成为了日本Priot赛事的总经理。 Priot赛事曾经也被无数粉丝看作世界第一的MMA联盟, 出现过飞多、战警、马克亨特、猿人席尔瓦等等大神。 阿里和珠穆的对决虽然像一场闹剧, 但也推动了日本格斗的发展。 故事讲到这里, 也让我想起了《冰雪豹》这部电影, 主角刚德森的呼喊, 我一切都是为了一点点钱。 如果非得给这场比赛找一个杯锅侠, 那么他一定是规则。 对于这场比赛, 你是怎么看的? 欢迎在评论区讨论。 好了,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, 老板们点赞加留言安排一下吧。